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前后争持了六个多月 怎么咔嚓不到一天就完蛋了呢 确实像个鸡蛋 看起来挺硬 掐一口啪全碎 这就是卡扎飞 这就是独裁政权 这就是在中央电视台说的 贼牛掰贼金融掰的那位革命者 党的朋友 截止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没找着他在哪 但是整个歇菜是肯定了 那咱多余的话不说 看网上怎么说的 法广的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卡扎飞政权正在倒台 文章提到说 反对派武装已经占领了首都迪里波里 那卡扎飞的下场引人关注 卡扎飞总统府的面子非常巨大 其中包括一个兵营 我看到我就想起中南海野那么大个儿 有个兵营 他接着讲说半岛电视台报道说 卡扎飞的二子赛义夫长子 穆罕默德已经被捕 另外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 卡扎飞的另外的一个儿子叫沙迪的也已经被捕 而卡扎飞的卫队呢也已经投降 那我看到这那突然给我一个感触 独裁政权都让儿子接班 今天中共都是太子党在争持 反对派武装的召开记者会有记者问到卡扎飞目前究竟在哪 召开记者会的反对派的这个领袖回答是这么说的 藏在什么地方已经不重要了 卡扎飞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人物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给利比亚缔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据他说利比亚反对派已经做好了接手政府的准备 在权力过渡期间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国家的稳定 人家这也是维稳 维稳推翻独裁政权之后的维稳 几乎同一时间欧洲国家和美国发出声音 奥巴马是这么说的 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暴君卡扎飞 你就应该走人了 以避免发生更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奥巴马同时呼吁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尊重民众的权力 保留利比亚的国家机构启动向民主国家转型的程序 说的非常明白 利比亚几乎是卡扎飞他们家的 卡扎飞有一大串儿子 再加上女儿 几乎就他们家管了 在统治了42年 几乎整个国家归他们家 所有的武装力量 警察法院都归他们家说了算的 背景之下给他赶下台了 很多朋友说共产党太巨大了 太厉害了 我们拿他没办法 利比亚的例子就知道中国人是有办法的 也有人说中国人跟外国人不一样 那中国的情况也不一样 你这句话放在利比亚人身上 也完全可以这么说 卡扎飞 蝎子拉是独一份 天下是独一份的 没有第二个卡扎飞 没有第二个利比亚 所以你说中国跟别人不一样 利比亚跟 也可以说 利比亚跟别人也不一样 但是干成了 我觉得 那些找借口的普通的中国人 不敢向共产党说不的人 就是个闹肿 没什么别的 那利比亚驻北京的大使馆呢 弄了个笑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个笑话很值得大家思考 利比亚驻华大使馆 降国旗工作人员戏称游戏结束了 这是一个实力的报道 而照的照片就更好玩 大家注意到这张照片是利比亚 卡扎飞政权驻北京的半数 它的国家叫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社会主义就是独裁的 社会主义就是老子当官儿子得利的 今天的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太子党的说法就是利比亚的 卡扎飞政权的说法 那卡扎飞政权本身的下场 就是今天所有太子党 你死抱着共产党的未来的下场 我们知道人活着都有个道德标准 谁也不能干缺德的事 但是这个标准本来是不应该变的 那最可最丑陋的人就是唯利是处者 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所谓道德衡量的标准 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是共产党人 你如果想维持自己道德标准的话 你就应该退党 你就应该向共产党说不 否则的话就做了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你想保护自己 你就是个唯利是图的人 在选择上有个实例 中共本身对利比亚的这件事情 是这么表态的 中共说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 这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出来的话 说注意到近日利比亚形势发生的变化 中共方面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 渴望利比亚的局势尽快恢复稳定 人民过上正常的生活 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 在利比亚未来的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这之前 中共的外交部说的是什么话 大家就想想 没准是一个人说的话 说的那些个话 简直是完全维护一个暴君 一个独裁者的话 是西方的势力 西方的反对利比亚 反对利比亚人民的势力 把利比亚人民搅和了 把利比亚人民正常的安稳的生活给搅和乱了 造成了大屠杀 今天他说 中国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 反过来说 在过去的五六个月里面 共产党说的有关利比亚的话 都是谎话 他明明知道 那是利比亚人民的选择 但是他反着说 给咱中国人洗脑 骗咱老百姓 这就是共产党一手干的 牛脸一看卡扎菲完蛋了 他又说 我们要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 今天利比亚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都认可了 中国人 老百姓 你也应该选择 向共产党说不 非常清楚 国内微博接着热闹 热闹在哪 老百姓一块嘲弄伟大的党 网上有条消息这么棒 大陆网络一片沸腾 卡扎菲这事太遇乐了 李承鹏 国内著名的维权人士上来说 卡扎菲这事最遇乐 卫队竟然整编制的缴借投降 而且表情很舒缓 何清莲女士这么说的 班加西人对中国俄罗斯先前没有明确表态的国家不满的声音在不断增多 在我们对四个国家 俄罗斯 土耳其 中国 叙利亚 有个很大的疑问 为什么他们不支持我们呢 刚才咱说了中共表态了 而在之前他根本不支持 这就是共产党培养下的唯利仕途的小人 还是那句话 你为党服务 你穿着官衣 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你为了自己的钱财 为了自己的家庭 你为了什么样的理由都成 但你不能干缺德的事 可是当你成为党员的时候 你不愿意向共产党说不的时候 你势必要干缺德的事 缺了得了 扭过脸说 中国想跟国际社会一道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 你是对利比亚人民的侮辱 那当初中央电视台是怎么说的 党要求他们怎么说的呢 有个朋友把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紫宁 义正言辞的话说出来了 英法美悍然出动飞机 侵略轰炸主权的国家利比亚令人愤慨 他使我想起八国联军 那屠杀我老百姓 焚烧我圆明园的悲痛的历史 英法美的侵略本性不改 必然遭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反对 这一事件让人们更加认清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下面有个网友贴一贴的更有意思 请回答 他说 我们曾经嘲笑北约陷入利比亚泥潭而不能自拔 我们曾经报道利比亚人民如何拥护自己的领袖卡达菲 我们曾经预言利比亚反对派是乌合之众成不了大器 我们曾经认为利比亚会陷入长期内战生灵涂炭 今天面对重获自由庆祝胜利的利比亚人民 我们是沉默还是祝福 我们是继续造谣还是深刻反省 央视的同志们请你们回答 我觉得最后这个问题问错了 央视的同志们是为了吃饭 他惨 你以为是他 他都不是他 那个嘴长他身上长他肩膀上长他脸上 结果不是他的嘴他没全力用自己的嘴说自己的话 中共政治局 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宣部 党的领导 这个体制 共产党这个体制 把普通的中国人变成不能说正常的人话 那就在第一时间网上著名的这个作家曹长青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利比亚获自由 警示中国人 他说利比亚这次反抗者呢 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把独裁者作为敌人 很清晰的要把铲除卡扎菲及卡扎菲政权作为目标 坚定勇敢的采取行动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面他们不胆怯不放弃不妥协 没有任何退却他们目标很清楚 而利比亚人民和知识分子本身的这种勇敢和智慧 实在是教育了所有中国和中国的民运领袖们 在这些民运的领袖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所谓的口号 叫我们没有敌人 他说这个说法是非常漂亮的卑劣的一种口号 独裁者是中国人民的本身普通中国人的绝对的敌人 他特别提到一位所谓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的北京女教授 刚刚获得了林昭奖 她曾经这么呼吁过 她说实现中国民主这么一件大事 难道要将共产党完全排除在外吗 难道其中没有共产党的份额吗 她说这比我们没有敌人更进一步 这就是说她还在被强暴的时候 不是首先呼喊反抗 反击 惩罚 强奸犯 反而急着叫唤说 请你们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给强暴者引人权 我觉得她这个例子举的非常的恰当 这就是今天在大陆本性内心的懦弱者 对中共本身的残暴怀有恐惧 但自己又想干点什么 以为自己如何的那些人本身的一种非常清晰的描述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